法律依據之下 無法無天 要求 首先 是要求我們的都發局 在水南經貿園區要去變更 讓一些我們的建築物 要來搞所謂的共享車位 你們企圖想以這個 拿到所謂的法律依據 我告訴你 你要這樣子做 你會引發台中市議會 與台中市政府的憲法 解釋的紛爭 我首先告訴你 今天 每一個社區都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的這個條例 我的社區對我社區的停車位 我擁有管理權 產權是社區每一個個人住戶的 管理權自然就在 整個公寓大廈社區裡頭 你們憑什麼交通衝擊委員 這個評估委員要求在申請執照的時候 要切解拿出一定的車位 將來要提供所謂的社區與外界共享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政府不做的事 然後叫公寓大廈社區 把你們家的車位拿出來跟外界共享 這是第一個你們會引發的憲法紛爭 第二個 我們這個地震局在這邊 我們根據平均地權條例 我們所做的各種的區段徵收 所做的各種的重劃 裡頭需要相應的公共設施 這個相應的公共設施 包括機關用地 綠地公園學校 以及停車 通通都應該考慮完 完峻 今天分給百姓的土地 是肉地 我請教一下 我們地震局的局長 請問你 你們是不是在規劃的時候 應該已經把相應的公共設施 已經考慮進去了 謝謝一座 水南區段徵收 當時的都市計畫 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高達49% 所以呢 我們均依都發局的都市計畫 來完整的執行 好 謝謝 你已經聽到了 依照都發局的都市計畫 完整的執行 今天百姓拿到的 簡稱肉地 百分之百 已經跟公家的 各種的公有的設施 應該切割玩具 你們島的就是你們島的 我們島的就是我們島的 你憑什麼 在我申請建築執照的時候 再跟我砍一刀 要我配合政府的政策 拿出一些我的建築 來配合政府 去解決這個地方的停車問題 這是第二個法令的紛爭 第三個 我們來談我們憲法保障台灣 我們是私有財產制 我們的私有財產 既然停車位產權是私人的 憑什麼 你們憑一紙公文 憑什麼憑你們委員 所謂的交通衝擊評估 就必須要拿出 我們自家的停車位 要配合政府去解決停車的問題 每期名叫做共享車位 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以水南經貿園區為例 我們台中市分回了 15萬平方公尺的 15萬坪不是平方公尺 15萬坪的肉爹 這個肉爹可以拿去賣底廢地 也可以拿這些抵廢地 你趕快去蓋停車場 你千萬不要引發台中市議會 跟台中市政府 兩個人去打憲法解釋官司 如果你要這麼幹 理中一定奉陪到底 聽懂了沒有 所以在這邊我要告訴你 我跟都發局講了 你們不要在各種的審查當中 透過你們的所謂交通評估的委員 在會議當中提出這種要求 交通 這個都發局說得很清楚 所謂的那些意見 通通只列為參考 但是在你的交通衝擊裡面 你們的委員 我也在這邊告訴你 不要拿著鸡毛當令件 請你說明 這個事情你要怎麼處理 非常謝謝翼座對於停車或是共享上面的相關建議 我想針對 不用講那麼多 你只要解釋 你還要不要繼續幹 你要繼續幹 我馬上寫相關的 這個條例的要求 我們立即台中市政府跟議會 我們來進行憲法相關的辯論 你怎麼做 所以我跟一座報告 我們今年在做這共享車位 其實也都沒有去碰私有的產權的部分 你現在的交通委員 在都發局提出相關的條件 因為那個 根據說像去年跟您解釋是 那當然個案的部分 後來我也去做了這個相關的這個確認跟協調 所以那是個案啦 可是變成說我們今年在推共享車格 基本上都是公有的 我告訴你喔 你推公有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推民間的部分 你絕對會觸犯我剛剛講的以上三條法令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跟黃副市長建議 我們既然擁有15萬坪的這個配餘地 15萬坪 一坪如果賣120萬 台中市會有1800億 你想要蓋多少的停車位都蓋得起來 但是 政府不做 你不要找民間督小 我這邊跟你講清楚 謝謝 請坐